大家好 我是向俊賢 我從事田徑的跳高運動已經20年了 旁邊這位是 大家好 我是黃世豐 從事田徑項目標槍大概15-16年 那世豐我想詢問你 從事標槍運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身體或心理帶來什麼痕跡嗎 有啊 就訓練時 因為官用手都是右手 所以兩隻手的大小會不一樣 確實有點差距 對 比較粗一點 這些痕跡會不會對你生活上造成什麼困擾 不會啦 其實應該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只是手的大小不一樣而已 然後力氣比一般人還大一點這樣 會比較有力一點 那衣服會不會比較難買 可能會啦 因為衣服的Size可能又要再大也好 跟褲子一樣很像短袍他們 可能他的身材可能是穿XL 但是因為大腿太大 所以他必須跳到2X 他的大腿才塞進去 你會不會覺得很焦啊 或者是有榮耀感這樣 其實也還好耶 不會想到這個啊 但是如果說你 因為手這樣 然後有一個很突出的成績 那應該可能還會有絕的吧 如果後輩想要從事標槍這項運動 你有什麼對他們鼓勵的話嗎 就是認真練習啊 認真練習啊 認真練習啊 然後就希望有個後代可以接上我們的標槍穿成下去這樣 OK 你可能對你未來的生活有什麼規劃或想法嗎 就是退休後就可能 就要以教練的身份繼續穿成標槍的技術 那你帶出來的選手 你會想要他比你優秀嗎 一定會啊 一定會啊 這樣我才有成就感 勸舉一下 那跳高跟標槍有哪個不一樣嗎 跳高跟標槍不一樣 一個用手一個用腳吧 那你會有什麼困擾嗎 我不會有困擾啊 因為我不是靠手吃飯的 靠腳吃飯的 靠臉吃飯的 你是右腳提下還是左腳起跳 左右左右 喔我右腳起跳 那右腳會比較大隻嗎 可能不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其實跳高是兩隻腳他需要用到力量都是平均一樣大的 那你在跳高場上摔在電視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怎樣 剛開始會怕 後面其實是一種享受 因為其實也不會痛 那你對跳高後背有什麼想法嗎 學弟他們越來越厲害了啦 就是有要追趕我的腳步了 但是還差一點啦 請他們加油一點 漂亮 那君璇你對你未來有什麼想法嗎 應該還是會以教練這個方向去做一個嘗試吧 訓練了這麼多年 然後也學了這麼多東西 想要給後輩一些建議 然後讓他們成績往上提升更多這樣 我是黃世鋒 我是向運賢 杭州亞運 我們一起加油 好 OK 我們要這樣 要要出現這個 我們不能這樣 這個我懂 大家好 我是田徑的向俊賢 田徑跳高的向俊賢 然後旁邊這位是 田徑選手 田徑選手 エンダ徑選手 也是 很難聽了 那你覺得